4月4日,丁蟹化身楊家將,股民看路啊 秋冠,丁蟹,還是楊寧宮? 你別管啊,別說不提你啊 秋冠的丁蟹效應這麼漂亮 全香港的股民都聞蟹識變啊 港股例跌就是招牌賽 但跌多少點的主菜真是到時才知道 這次電影還說 楊家將捨身成人,為國捐區 講義頭就不老禮了 去年也有投行出報告,說有個悲情指數 秋冠套戲劇情愈悲,股市愈慘 現在故事角色飛死即呼啊 不少網民都說怕怕,提大家是時候辜貨啦 究竟是楊寧宮死,還是股民死 又或者抱著一起死,到時自有分曉啦 話是話,最近個市表現,整天不上不下 所以難怪有些口行友,想借丁蟹來搞搞個市 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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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見